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尊敬 我们来敬拜神 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都花那个时间 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去敬拜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透过思想 透过唱诗来去思考神 而今天我选的这一首歌 我们要去思考其中的意义 让我们可以预备我们的心去敬拜我们的神 等一下我们听到的时候 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思想到神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所以这也是敬拜的原因 那今天我选了这一首歌 这首歌呢 是说到了 我们生命的挑战 透过这些挑战 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坚持下去呢 就是知道神会与我们同在 祂会在那里 来分担我们的重担 我们能去坚持着祂的应许 知道祂会与我们同在 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呢 带来很大的一个差别了 那我们来看这里面的这些话语 当我思考到我如何的 我失落的时候 我在我们经历生活的压力 我们呢 以为我们呢 被压 我们呢 感到呢 我们呢 被生命中的这些问题呢 所打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呢 会很担心 我们是否呢 就是在下滑 当我感受到 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海浪 这就是它的一个比喻 就是等于说呢 你呢 好像是要 溺斃的时候 在溺水的时候 你的生命当中的这些困难 就好像是海浪一样 你呢 去哭求的时候 求神聆听你 你向他哭求的时候 他会聆听你吗 答案是是的 他会聆听你 聆听你的哭求 然后呢 我们呢 要去伸手 求他呢 来感动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风暴呢 都扶贫 我们的这些挑战 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里的 就好像一个风暴一样 我们呢 可以呢 感觉到呢 好像这个风暴 心里面带来的这些不安 所以呢 所以呢 寻求帮助 寻求神的帮助 来正 正 静我们的这个 心灵 当我们在面临 生命当中的挑战的时候 他如何帮助我们呢 就是知道 他是爱我们的 直到有人 关爱我们 关心我们 思想到我们 我们有神 来爱我们 来关心我们 当我了解的时候 这个帮助我 在我的生命当中 他有很多 他就转移了 所以 知道神爱我 当我在生命当中要去提起这些重担负担的时候 也许这些负担是没有人能帮助我们的 可是神可以在这道路上去与我们同在 听到神的脚步 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关爱里 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黑夜 那这黑夜呢就是有几个意思 第一就是在夜晚的时候 我们有这些思绪的时候 我们呢有这些思绪 这些比较负面的思想的时候 或者呢也可以代表 代表呢是我们年老的时候 我们比较免脉的时候 我们生命当中面临的这些身体上的这些疼痛 所以我选择这首诗歌是来鼓励 鼓励这里全部人 在这里比较年老的你们呢 我聆听到你们 当我看到你们 你告诉我你们的酸痛 你们的疼痛 所以呢我要与你们分享 我们要向神去哭求 让祂知道我们 祂会与我们同在 去知道呢我们呢 是在这黑夜的时候呢 祂会给我们应许 祂的双手会指引我们道路 祂会在我们艰难的时候呢 指引我们道路 所以这首歌呢 是来帮助我们 如何的去看向神 让这首歌呢来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一个爱我们的神的面前 而这份爱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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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用这个时刻 来预备我们 透过祷告 去寻求神 也许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祂与我们同在 把我们的手伸向神 信靠祂 现在的这个敬拜 我们去聆听 神的话语要与我们说的是什么 让他可以用他特别的方式呢 来感动我们的心 再让我们一起来预备 心敬拜 祢问电视视 倒下 我们赚什么 呢 我们赚s的 来点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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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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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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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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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